大家好,我是耐生 這次的目的是要去看台積電新建廠的進度 以及他們未來預定地 我是台積電的小小股東 所以他們在新建廠的計劃 就代表最近的資本支出用哪邊去 用來推測未來一兩年的展望 當然啦,美國亞利桑那廠和日本熊本廠我們人在國內是看不到啦 台積電目前最先興的製程是3奈米製程 那截至2024年底預計可以達到原定計劃的三分之二 那到2025年底,2026年初的時候將會達到設計產能的100% 那2奈米場目前正在試產階段 預估2025年會開始正式進入量產 那Cole Wars先進風裝產能 預估2025年會兩倍成長 NVIDIA已經包下一半產能 那剩下的像微軟、亞馬遜、谷歌會吃下剩下的產能 而且先興風裝將於2025年超越傳統風裝的比重 那現在右手邊的就是台積電新竹寶三廠 也就是最新的2奈米製程廠房 那前面已經蓋好的是P1廠 那目前已經進入2奈米的試產階段 後面正在蓋的是P2廠 目前正在封外強的階段 那這邊預計會有4個場區P1到P4 那我們繼續往前走 那這邊正在挖出他們的邊坡 直P 和造景 以及他們人行道 旁邊比較小的這棟是辦公樓 目前RC構造已經完成 那正在做樓板 外強也還沒做好 從這邊開始正在整地的是P3廠區 那右邊這邊整塊都是 那從綠色圍儀這邊開始 加爾站後面這邊是P4廠區用地 一直延伸到前面高速公路 右手邊都是 那我們來看他的空拍圖 那P1早就已經蓋好了 那連2奈米製程都已經在試產 那P2就是剛剛看到正在封外強 那P3正在整地 那P4唯一擋住看不到 不確定開始整地了沒 接著我們去台積電位於苗栗竹南的先進封測 AP6廠 那這邊分ABC三個廠區 主要是以CoWars先進封測為主 來到了台積電位於竹南的廠區 首先映入眼鏈是C廠區 這個廠區外觀好都已經全部完工了 過這大門之後就是A廠區 那再往前走 過這紅玉燈之後就是B廠區 B廠區 那換個角度過來看的話 其實B廠區的外強還差一點點還沒封好 B廠區的邊坡植栽造型也還在繼續進行中 B廠區 那推估2025年 B和C厂区都会进入营运状态 接着我们出发前往台中科学园区 好我们来到了台中科学园区 目前正在盖的是先进封装测试AP5厂 那位置呢就在FAB15厂对面 那AP5厂目前已经在封外墙了 还有厂房旁边的边坡植栽 造景正在做 面这个场序也是以Coors先进封装测试为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是台中市政府这边资讯 目前正在对FAB15B厂区的附近土地进行征收 也就成为中科二企的计划 我们先来看看台中市政府提供的图片资讯 这部分包含了台中高尔夫球场 军方靶场12公顷 然后还有私人土地10公顷 征收下来准备给台积电盖1.4nm制程用的新厂 很有可能在二企直接盖4个1.4nm制程的厂区 那根据台中市政府这边的资讯 预估2025年初可以把二企的土地移交给台积电 那对面这边就是台中高尔夫球场 那我们进去走走看看 那这边左边右边都是高尔夫球场的地 那只是用这个树围起来 避免那个球飞出来外面 好我们现在往回走齁 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一块地 现在红绿灯弯过来这边齁 左手边的地就是二企要征收的地 差不多是到左手边这个巷口的位置齁 还没过红绿灯 那我们来看到它的空拍图齁齁 黄色框框圈起来部分就是这个二企的部分 那下面就是台积电的FAB15B 那右手边这个就是台积电15A 跟它的新映封测AP5场 接着我们去看南科嘉义园区 画面左边都是嘉义园区用地 只是目前没有参考标的 所以无法辨识开始和结束的位置 只能判断就是左边正在整地的这一块地 现在这是南科管理区提供的地基图 那黄色框框圈起来这个就是台积电AP7场用地 台积电在这边规划建设先进封测AP7场 预计要盖8个厂区 那一起P1厂区因为整地就发现地下有遗跡 暂停施工 所以直接从P2直接开整地建设 预计2026年完工上线营运 那后面也在整地范围之内 只是因为被树木挡住 反而看不到 好,我们就接着去台南了 好,现在画面正前方就是台积电南科的 PHABUS8超级工厂 它总共分8个厂区 1到4厂区是5奈米制成 5到7厂区是3奈米制成 目前都已经上线营运中 只有第8厂区原本主结构都已经盖好了 但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拆除 目前正在重新整地 由于整地到盖好 重新生产需要两年时间 所以特色是要做更新的2奈米或1.4奈米制成 画面左手边这个唯一围起来的区域就是 现在正在整地的地方 也就是他们的第8厂区 它这一块地已经整好了 正在挖地基 我们靠过去看到它告示牌 F58P9开足绷层 另外8月15的新闻 台积电用171.4亿买下群创南科市场 将改成先应封装测试AP8厂 那拍片当天因为没有找到它的正确位置 所以只能回来之后用Google Map的照片给大家参考一下 那接下来是高雄南指FAB22厂 也就是画面左边的厂区 这原本是中有南指厂的厂区 那土地整治的时候陆续移交给台积电 那P1厂区规划是2奈米制成 目前已经完工正在装机 预计2025年会上线营运 那P2厂区正在盖 预计2025年第二季完工装机 2025年底或2026年初会开始正式上线营运 那P3厂区目前正即将动工 预计是2027年会上线营运 那这个有机会采用16A米等级的制成 那除此之外旁边有一些空的建筑物 所以感觉是还在拆除和土地整治 新的厂区是正在封墙面 然后另外一个厂区是 哦 板盖好了 那现在这个厂区是P1 外墙都已经做好准备进机台 那旁边还没有拆 墙面还在做的是P2 然后另外一间应该是办公大楼 先把镜头拉近 看已经要装机的P1厂区 和正在封墙面的P2厂区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这边还有一些中油的旧建筑物还没拆除 接着我们来看日本熊本厂 这是和日本几个主要的用户 合资成立的JASM熊本工厂 那主要规划是10奈米 22到28奈米 12到16奈米 和6到7奈米制成技术 一厂预计2024年底开始量产 二厂目前已经开始整地 预计2027年开始营运 至于会采用哪一种层面的制成技术 由于成熟制成已经确定 会进入红海厮杀的态势 所以也许有机会直接采用6到7奈米的制成技术 美国亚利沙纳厂 FAB21 为更大的规模经济 每一座晶圆厂的捷径式面积 都是业界一般晶圆厂的两倍大 那P1厂呢 是采用4奈米制成 已于2024年4月份开始进入市场阶段 据其良力媲美台南厂同级产线 甚至于还略高一些 预计2025年初进入正式量产 那P2厂呢 规划2奈米制成 预计2028年量产 P3厂采用的制成技术 现在目前未定 预计2029到2030年量产 德国的欧洲半导体制造公司 简称OG店 EMSC 根据新闻得知 今年8月20号已经开始动土了 将采用22到28 以及12到16奈米的制成技术 特色是获得德国50亿欧元的建厂补助 台积电占股70% 预计2027年投入生产应运 台积电新建厂巡迹的影片就到这边了 感谢各位的观看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